周翰生 JPM小杰 JPM王子 JPM毛弟 一个站上舞台的梦想 2012全新偶像大型娱乐选秀节目 这一次绝对超乎想象 2012年1月6日起 我爱男子汉 每周五六日晚上十点 勇敢开战 超级电视台 隔离市超市三三频道 现在播出普遍集 原来这一集我忘记讲太多事了 我们赢的人有小菜可以吃 什么小菜 你也来吧 来吧 刚刚为什么没有 赢的人才播在一起 刚刚上一集的 播在一起 太好了 太好了 你们这个节目我是太转 你们这个节目 马铃薯播菜汤 第一集对我有点 我帮你加一点胡椒来 加一点小鱼干吧 有有有有 这是马铃薯的菠菜汤 天呐 这是我喜欢的东西 那为什么第一集对没有 因为第二集对毒比较大 是这样的 说吗 好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 可以舒缓绕折 好 用热水 冲铃薄 这大家都知道 是 让学习还更好 或者中医讲说气会走得比较顺 是的 对不对 这两个 真的 这两个 对啊 还好是 麻烦你解释一下 我跟你讲啊 你这个 就是刚刚我们志涵就讲到重点了 他说我现在这个肌肉 如果发炎拉伤 它最重要是不要休息 你不可以再去动它 你再动越动越严重 冰敷这个就跟刚刚志涵有讲嘛 对不对 这就是像拉伤啦 或什么 对刚受伤的 刚受伤的 所以不能热敷是要冰敷 他是这样 就受伤的12小时之内应该是冰敷 因为发炎的时候先冰敷 等到红肿退掉以后 就可以热敷 所以等于是先冰敷之后 12个小时之后 再用热水来炒 对要看他症状啦 就是你那个红肿有没有消退 就发炎症状有没有消退 发炎症状如果消退 如果他还在持续肿的时候 不能热敷 因为越热敷 大家水肿的更厉害 你看那个投球区啊 只要说是一些那个投手 他们都常会拿个冰袋 就在敷他们的 就遇到他们发炎 没错没错 就是这样 哦 然后睡觉时把枕头垫高 这个 这不行 有名讲垫多少 对啊 不能 所以我们这边的意思 就是中文意思吗 垫高就是把它垫得很高 超过你的正常 垫高好像反而会落枕 我记得 对对对 然后改睡阴一点的木板床 那是没有用的 哈我以为有用 我也以为有用 因为人家说越软的床 你等于陷下去 你的身形会不好 然后反而容易 那是跟脊椎有关系 这个跟软硬没有关系 真的哦 哦 那是什么 他就是 他就是 怎么睡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以这个来看的话 这个就是 垫太高了 对不对 那你看 那这个就是他的 他太累了 他就没有睡好 就那种 你看他这个 这个脖子这边是中空的 没有支撑 他整个舌骨都一往后推 对 就是说他睡太上来了 对对对 然后这边有一个悬空 所以我想这个不是 那但是你喝了酒 或者是什么 你睡着 或太累 你 待会睡醒这边就会痛了 对啊 然后呢 你看这个是呢 头根本没有睡上去 这整个都是悬空的 他是在练光的 对 整个都是悬空的 那小龙女就对了 这个就是比较好 这个就是等于说 他的颈部 跟他的头部都 这有支撑住了 都包覆住了 而且腰也支撑住了 对对对 他这脚还垫了一个什么 垫一个枕头 为什么 因为他刚好可以把这个 腰椎放松 哦 这是瑜伽动作里面很重要 一个大休息室 对对对 也要垫一个枕头 对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撤睡姿势 刚刚你们特别提到 这个撤睡姿势 如果说你垫得很好的话 他也不会有问题 他刚好 对 脖子护住的话就还好 所以你在撤睡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人的高度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从这个脖子到这个肩膀的长度 每个人不太一样 所以你一定要 如果你喜欢撤睡的话 你要确定你的枕头 能够撑住这个长度 否则的话 你枕头太小的话 撑到一半一样会 不舒服 只要是颈部需要用力的姿势 其实都会导致你老不睡 对 一般 没办法放手 直接撤睡家这样问 这样问很奇怪 三位都怎么睡 我通常就是会穿着睡衣睡 不是啦 撤睡还是什么睡 好 OK 怎么睡啊 对 就躺着啊 然后就撤睡 撤睡多了 而且我一定要夾棉被 一定要夾棉被 那就是跟这个一样要夾棉被 对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姿势 对就是最下面这个 那你在绕枕是在绕什么样 他在打电脑 对 打电脑 可是我是因为打电动 打坏 那是打电动打坏 对 试探怎么睡 我一般躺的睡比较多 平躺的 平躺的睡比较多 所以平躺就真的要注意就是你的腰 跟你的头跟你的脖子 一定要东西 有这个今天晚上就给来试试看 这样子的睡法 对啊 听你应该很清楚 我大概有两种可能性 就是一种就是如果说我没有 失眠的感觉的时候 我大概我会测睡 我喜欢测睡 像虾米一样 所有的选择 嗯嗯 像婴儿那种 对 好好玩 那如果说我有点失眠的感觉 我会怕他睡 好啦 这边的预防绕枕的五大妙招 我们也来聊一下 好不好 预防疲劳过度 还没躺平 躺正就睡着 尽量不要 刚刚两个 一个就是太累 一个就是喝酒 对 再来 避免不良的睡眠 只是刚刚有聊过 对 这有问题了 好来 选择大小高度 软硬适中自己的枕头 对 适合自己的枕头 对 而且要换剂 对 要换剂 对 避免受凉 吹风和淋浴也算了 就受寒 就是感冒吧 哦 对啊 嗯 多摄入富含这个 维生素 微量元素 跟钙的食物 嗯 钙 所以你们今天回去都不会绕枕 你们都超有钙的 我刚刚看小鱼干很有钙 对 对 非常有钙 可是可以在那个枕头上玩 一整天的电动了 欸 你不需要知道好不好 因为我只有补钙 没有 不可以了 你刚刚喝的那个量 你让你玩在五分钟而已 蛤 对 你要的话我们再打一分 那你打完回去 不用了 我不玩了 好 这边钙 我们最明显的小鱼干跟虾米 有了 对不对 那绿色蔬菜里面 比如芥菜啦 菠菜啦 青江菜 空心菜 这也是深色蔬菜 对不对 乳制品 牛奶 刚刚你们也喝了 哦 乳酪 维生素的B群 猪肉 跟这个燕麦 这都好东西 对 哦 再来 维生素C 这个马铃薯 柠檬 刚刚的这个汤里面 有菠菜 有马铃薯 欸我很意外 马铃薯有很高量的维生素C耶 有啊有有 还是有的 对 然后再来豆制品 豆腐跟豆浆 这些豆制品也可以 豆非常好 这些是属于食材部分的预防 刚刚的那个方法 跟这个食材部分的预防 那现在我们要请丁玲 葡老师 来教我 怎么样来预防 你的烙枕溫 哇 那好了 那麻烦请老师 哎呦是怎样的 先热身一下 有了好像要打卷你 是很激烈吗 好 请继续 因为其实伸展最重要就是 你要把呼吸带到 那个你最不舒服的地方 因为你有专注把呼吸带到 那个地方 你的那个地方会充满很多氧气 可以帮助你舒缓 好 来 好了 准备好了 好 先双手轻松在身体两侧 双脚打开 与肩同欢之后 先吸一口气 让你的整个腹部胸的下巴 往上延长 吸气延长 吐气 让你的脖子慢慢往下 让你下巴非常靠近你的胸口 伸展你背后 你的颈部后面这条肌肉 跟你的斜方肌 然后等于嘴巴要吸一口气 用你的下巴从左边开始化圆 用下巴哦 慢慢的化圆 然后吐气 整个脖子放松 画下面的圆 我去我快落脚了 好 然后让这个圆越化越大 吐气往下 吸气往上 好 然后来画另外一边 吸一口气从另外一边上来 画大一点很大哦 用下巴画圆画的很大 好 好 吐气下来之后让你脖子放松休息一下 好 第二个动作 这是伸展我们的肩膀 整个肩关节 跟我们的嘎吱 跟我们的那个肩胛骨 就把双手手指放在你的肩膀上面 吸一口气 双手肘 往前 不是 往上延长 范老师你转动可以 跟你嘴巴可以闭起来 我一直好想笑 对嘴巴要闭起来 对嘴巴要闭起来 对嘴巴是绕不上你的舌骨 嘴巴要闭起来 我怕没气了 太好笑了 好 吸一口气双手 往前往上拉长 去感觉腹部胸 下巴往上延长之后 吐气的时候感觉你的肩胛骨 往中间集中 往下沉 好 再次吸气带上来 吐气肩胛骨往中间集中 去感觉你的肩关节被撑开的感觉 这个对长打 电脑或是肩颈 比较酸紧的那个观众都非常有帮助 这是肩颈的舒展 对 这是肩膀 这对肩膀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你可以在家常做 对 还蛮舒服 因为它可以同时让它看你肩胛骨 跟你的嘎吱窝的肌肉 好 然后另外一个动作 它不但有 放松肩膀跟颈部的动作 它还可以帮助你治疗头痛 真的 也有回春的效果 王高回来 詹姆士的清爽够味又健康的猪肉咖喱 要上桌了 哇 好香喔 好漂亮 颜色超美的 对啊 颜色太美了吧 可以直接喝啊 可以啊 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猪菜汤 我第一次吃到青色的咖喱 而且它还有起司 哇 咖喱的味道还是很重耶 真的好嫩喔 好嫩喔 然后又是嫩的 它会有弹性 保证清爽够味 保证Q弹鲜嫩的猪肉咖喱 绝对让你吃一口就爱上喔 好 好